要说到唐玄宗用人 最大的事物莫过于对安禄山的使用 安石之乱爆发 大唐王朝经历了建立以来的最大的一场危机 安禄山原本是一个犯了错的边将 是一个不同文末 异常粗别的小人物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唐玄宗对他青睐有加 在唐玄宗的同志后期 究竟是什么原因 还存在着哪些弊端和危机呢 而安禄山的上海 则是唐玄宗用人的另一大失误 安禄山跟前面的两个人都不一样 边将出身 唐玄宗在朝廷当中大搞平衡策略 有文学 有利才 有外戚 这还不够 他还引进边将势力 前面引进的几个人还好 你比方说什么皇甫为名啊 王中四啊 此人 此人 早年间 在范阳节度使张首归的手下 任平鲁讨鸡使 有一次 张首归任命他去讨伐戏和契丹 结果呢 轻敌冒进 被人家打了埋伏 损失惨重 回来之后 张首归啊 报告朝廷 要把安禄山除以死刑 结果就在刑场上 安禄山大喊了这样一句话 他说 大夫不欲灭 戏戏丹耶 奈何杀禄山 大夫你不是要灭这个两番吗 你为何要杀我这样的一个壮士啊 就这个意思 而这个张首归很有意思 怎么呢 张首归啊 应该这么说 他原先啊 恐怕就没有打算真的杀这个安禄山 安禄山呢 是他的爱将 是他的养子 所以啊 我估计张首归啊 根本就没打算下这一刀 听见安禄山这样喊之后 哎 张首归决定呢 不行行了 但是呢 他又没有权利呢 赦免这个安禄山 于是他把皮球啊 踢给了朝廷 他把安禄山接往长安 让朝廷来处置他 这下子 安禄山再劫难逃了 怎么回事呢 当时当朝的宰相 是贤相张九龄 张九龄 看到这个案子之后 竭力劝唐宣宗皇帝 杀死安禄山 为什么张九龄 要这样劝告唐宣宗皇帝呢 要说 这就是张九龄的睿智 张九龄已经敏锐的感觉到 安禄山这个人包藏祸心 哎 有意思就有意思在这 他怎么看出来的呢 史料没有记载 这两个人以前是见过面的 有一次 安禄山曾经带张首归 入长安来奏事 见过宰相张九龄 当时张九龄一看这个人 就马上心里头有不安的感觉 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直觉 他当时对别人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呀这个乱忧众者死胡人也 意思就是说未来呀 要把河北地区给搞乱了的话 就是这个胡人 所以他劝说唐宣宗皇帝杀了这个安禄山 但是没想到唐宣宗皇帝认为安禄山是个人才可用 竟然选择放安禄山一马 后来安史之乱爆发了 唐宣宗皇帝才想起了当年张九龄的锐智 可是悔之万一 唐宣宗时期统治危机的第三一个体现就是土地的矛盾 大家都知道唐朝实行军前制 可是军前制这个东西啊 它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的产物 到了唐宣宗时期 这个大帝国 人口增长与土地之间的矛盾 这个非常尖锐 唐宣宗时代人口增长非常快 耕地增长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 所以说矛盾就很尖锐 再加上那时候大量出现土地兼并现象 所以说桃户啊 现象啊是日渐的这个严重 失地农民日渐的这个增加 这里就带来了赋税不均等 带来了这个呃 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社会矛盾 贫富差距等等等等 但是要说这里边带来最大影响的 就是兵制 唐朝实行辅兵制 辅兵制本身就是建立在这个 这个军填制基础之上 辅兵平时为民 战时为兵 三年一减点 一粮要自备 但是当军填制崩溃以后 农民失地 也就再也没有人愿意去当这个兵了 所以兵员就枯竭 那么最后唐宣宗皇帝搞这个墓兵制 然后呢 募兵制呢 募来的这些兵 然后又把他们交给了边镇 当时边境战争比较频繁 因此 唐玄宗皇帝在四境设置了九个节度使 加一个五府经略使 号称叫做十节度 结果把这个全国大部分的兵力交到了他们的手里面 当时十节度手里掌握的兵力达到了将近五十万人 占全国总兵力的85% 这也为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他为后来的编换 他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 因为少武精神的败落导致内地很多人不愿意去应目当兵 边境上有很多外族人来应目 这里边有些人为大唐尽心尽力流血牺牲 但是也有的人是包藏祸心 这里边就包括了安禄山 史思明等这样的一些人 唐玄宗统治的前半阶段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 他有着无比辉煌的成就 令人梦谦浑绕 这归功于他早年的锐意进取 也要归功于以姚崇宋景张九龄等为代表的大臣们的积极努力 当然更要归功于广大人民的辛勤的劳动 在一代君王唐玄宗的前期统治中 大唐王朝焕发出了勃然生机 并成就更古未有的盛世景象 经济快速发展 国家质疑强大 百姓安居乐业 开元盛世 奏向了大唐历史最恢弘的篇章 历经千年为世人广为传说 而接下来历史又会出现怎样波轨云角的变化 大唐的未来又将迎来怎样的严峻考验呢 开元盛世下部 后期播出 敬请